台南某一间知名的饭店日前停了一整排超跑 仔细算一算总共是14辆蓝宝尖尼 再加上5辆蓝宝尖尼的休旅车 总试驾破亿 原来是超跑车主们相约车距出游 只剩这么多辆超跑停一整排 民众只敢远看却不敢靠近 有人就开玩笑说 要是一个不小心擦撞到 那恐怕赔一辈子都赔不完 蓝宝尖尼停一整排统统刷起来 五颜六色搭配车身彩绘天模 就连刹车卡前都有烤漆 一辆辆超跑依序发动才起步 引擎排气声浪震而欲聋 蓝宝尖尼超吸睛 但民众只肯远看却不敢接近 因为要是碰到恐怕赚一辈子都赔不起 就有人在脸书po文 要是擦撞到内脏都不够赔 还有人说超跑自带最新科技防护罩 人车见到自动退币三社 各种逗趣留言让人看了会心一笑 离他们远一点 因为不小心开到的话 骑一辈子摸摸车我感到赔不起 碰到这种怕赔不起 超跑停放地点 就在台南某知名饭店前 原来车主们相约车聚 14辆千万蓝宝尖尼加一加 总市价破亿 另外一旁也停了五辆蓝宝尖尼休旅车 也价格不菲 以19台来算的估价 预计三一到四一区间 这款昵称大牛的蓝宝尖尼 马力700匹 扭力也有70.4公斤米 0到100公里加速 只要2.9秒 最高速度达每小时350公里 新车价格2700万台币起 而这辆蓝宝尖尼的休旅车 马力650匹 0到100公里加速 也只要3.6秒 新车售价近千万 这回车主相约聚会 一整排超跑 也令人大饱眼福 借我黄富奇一谈报道 1.4公里加速